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發往大阪 我們出去的話 大概是以防疫物資為主 回來的話 把一些日本的跨境商品 給帶回武漢 地板一旦飛起來的話 我們這個運輸成本的話 相對來說會降低20% 可以升級大量 可以升級大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